好,我们进去讲这个讲测序吧 上节课呢,讲到了这个三十层法则 李瑞强提出来的三十层法则 也就是说,你做这个测序的时候 你如果要拼接一个大型精组的时候 你需要做的基础布袋 基础覆盖是三十层就可以了 更高的这个覆盖功能并不会给你带来更好的拼接效果 然后呢 要提高拼接效果 需要做的是你做,你建多个纹固 中间的插入片段有不同的长度 只有这样的话你才可以把这个拼接效果可以往上大幅度提高 而不能说是一个一个纹固管道质 就是对大型精组来讲,这是非常非常必要的 这种长的片段的,这种做sky folding的,这种数据呢 数据量不用很大 但是呢,它所带来的效果是非常宏观的 那么如果直接用一些比较大的片段来进行拼接,会怎么样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有人来做了拿大三杆军的这个精组做了一个实验 那么它建的纹固呢,有180的,300的,600的,3000的 好 它的这个,中间的这个超速片的大小大概是这样的 用双单测试的方式 中间测不到,只能测到两个关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见啊,它用了这个两种拼接 拼接算法,一种是clc,一种是,clc是一个商业软件 然后还有个soap noble,soap noble就是李瑞强所开发的这个第一软件 那么这是它的第二代 我们可以看见呢,如果是按照同样的一种这个算法来看 180的,那么它的这个,我们可以看到N50 N50越大越好嘛,对吧 180的,N50达到82,82可以接近83K 然后呢,300的是76K,600的是78K 然后如果用3000的,直接来拼的话,是只有43K 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可以看见 N50这个拼接效果 拼接效果,这个,你单纯的只用一个长片段插入的这种纹固 去拼的话,效果也不会很好 所以说单一纹固,无论是,无论它的这个,呃,插入片段是多少 拼接效果,总归不可能做得很好的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还可以看到,对比CLC和Soap noble 在任何一个文库里面,它的拼接效果都是差很远的 都差很远 所以实际上Soap noble呢,就是李瑞强开发的这种,这种算法 嗯,在拼接这个,拼接算法这个领域,并不算是一个很好的,啊,算法 那么,嗯,当然啊,不同的测距,以测出来的数据有不同的,不同偏好性 那么它的拼接呢,也应该是,适用于不同的软件来拼接 那么这个,像这些方面的话呢,大家都是要注意的 如果你真的说要拼的话,啊,都是需要注意的 好,那么,不同的这个,嗯,不同的测序平台,它有不同的特性,啊 那些短,短律子平台,就类似于Illumina或者是这个,呃,华达的这个BGIC MGIC这个系列呢,它的特点是非常便宜,就是单位数据量 它这个,呃,生产单位数据量的这个成本是很低的,啊,那么,如果是用来做Mapping的话 往往来讲说会有非常好的效果 但是,呃,如果你做拼接的话呢,就,因为它的毒藏比较短 所以呢,拼接的效果就会相对比较差一些,然后呢,嗯,这个,比方说它要需要5到10兆的日子 来用来拼接一个,啊,细菌基因组,这是一般的一个,一个概念 那么,长日子平台,呃,以前的四五四换了平场了嘛 四个四呢,还有就是Illumina的,就是原理是差不多的,啊,这种呢 读长是可以达到400和600 那么,这样的长读读长的,呃,平台呢,有好处就是,因为它呢,单一的片段会比较长,所以拼起来也相对容易 就是你打架子之外会比较容易 然后,呃,但是问题在于说什么呢,问题在于说这些平台一般比较贵 对,所以呢,你生产相同的,相同量的数据,尤其是你要拼大型基因组的时候 你不是基础覆盖也还是,还是得,呃,30成嘛 那么这个时候,你进行,呃,这个,基础覆盖的时候,你的,花的钱就会相对比较多一点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这些平台相对来讲,会比较,呃,错误率会比较高一点 所以,如果说你用,这些比较传统软件,像是Belvet,呃,还有这个,Sopi logo 它这些软件呢,对于,呃,对于这个,呃,就是,测序里面的错误,偶然错误呢,呃,是非常敏感的 那有错误的情况,对于它经常容易跟去听错,或者是,那个根本拼不上 那这种情况,就会严重地影响你的拼接效果 呃,那么,呃,所以来讲的话呢,就是,不同的平台,它,你不可能把所有的好售全给占了 那么,这种情况,呃,这种情况就自然会有人想到 如果说我把一个新银座用几种平台,呃,测了,然后联合拼接,会不会有好的效果呢 呃,告诉大家的是,会有比较好的效果 那比方说,这个是,就联合拼接的一个,一个,一个示例,呃,同样的一个,呃,这个,呃,基因组 用454的REATS和Illumina的REATS,然后,呃,分别拼接,比方454的REATS用NUB來拼接,然后Illumina的REATS用Softy Logo来拼接,然后呢 然后再联合进行拼接,之后我们会看见什么样,什么样的概念呢 就是,我们可以看见Number of Scaffold,这个地方,Number of Scaffold 而拼出来之后,我们最终有多少个Scaffold,那么我们希望是越少越好 理想的情况就是最后拼出来是一个Scaffold,对不对 就是一整个基因组 那么,呃,当然真实的方法肯定是做不到的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呃,纯粹的200BP的这个Illumina的REATS呢 有这么多的Scaffold,然后呢,有454的单,单纯粹有这么多Scaffold 然后呢,两个,联合起来呢,我们可以看见,这个Scaffold 这数量会大幅下降,大幅下降的意思是什么呢 有更多的Scaffold被拼到一起去了 那么它的这个拼接效果会好很多 我们可以看到N50,呃,这个N50的话呢,这个,呃,会好一点啊 比Illumina这个REATS稍微好一点 那么这个,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呢 有很多短碎,因为N50虽然没有大幅度提升 但是呢,Scaffold的数量会,呃,这个减少很多 意味着很多短碎的这个片段被拼到一起去了 这是,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个是2.6M的基因组 那么对于6M的基因组来讲,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效果就更明显一些 那么这个Scaffold的数量在下降 这个N50,N50是就有了比较明显的上升 然后呢,对于比较大的基因组 像这个是真,这个一个是真菌的基因组了 那么是采用这种拼接的这个路线的话 我们可以看见,就是,呃,进行严格拼接之后 它的这个N50,N50会,呃,会,也会上升,会,会好很多 那么与,呃,单纯的用两种不同长度的文库进行 底路线测序,呃,的拼接效果,呃,这个,呃,用四五四的这种长立子 来进行辅助拼接的这个效果呢,会更深入 所以说,利用不同的这个,呃,测序平台的,呃,优势 可以进行优想谓,然后提高这个,呃,提高这个,呃,挺的接效果 那么近年来呢,呃,呃,呃,又有,有很多人啊,其实是有很多人,呃,去玩三代契绥 三代契绥呢,呃,目前比较实用化的只有那个 CamBio 那个 SMRT 的呃, 这个 Mu�리,呃, influential 他们独长可以到5K到30K 比那四五次更长 所以大家就会天然的觉得 这玩意儿都非常的适合于大型金主拼接 因为我的独长更长 理应来讲起码大家都会打得好一些 所以有很多人去试图 去用这种三代测序的方法去进行拼接 那么三代测序的拼接 用来拼接人金主的也是有这样的工作 而且这篇文章就是鸡大师 是作为第一作者单位了 400就是第二英国发文的 他们做了一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用三代测序为主来进行 来进行重合拼接的一个中国汉族人 具体是不是他我就知道了 然后拼了这么一个叫华夏一号 基因组 华夏一号基因组 那么这个基因组这是它的abstract 然后它与这个GRCH38 就是以欧美人为蓝本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基因组 来相比了 华夏一号发现了12.8兆的华夏一号specific sequences 比如说只有中国汉族人游了这种这种这种金银片段 比如说它有个好处就是三代社区有个好处 它这个读传比较长 那么所以金族里面有很多那种高重复序列 它可以直接测过去 那么这样的话就给拼接带来一定的好处 那么可以拼出一些这个华夏一号specific的这个区段来 当然了 如果有人要较坠的话 你三在3G的整个的3G的这个人的基因组里面 有12.8兆这个算多还是算少呢 其实可能也算多吧 但是确实是每个民族它就有比较特有的一些片段 这我们起码能看到 但是我们对这个华夏一号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之后就发现 华夏一号其实并没有它看起来那么好 我们可能会觉得华夏一号既然是汉族人的 这个拼的是一个汉族人的基因组 那么跟我们这个汉族人的这个关系应该是比较近的对吧 所以如果说我们能够利用华夏一号作为参考基因组 那么对于我们中国人尤其是汉族人的这种研究来讲 应该是离得很近的 那么我们把如果说我们测了我们个人的基因组 然后往这个华夏一号上进行Making的话 那么会效果会好很多 比那个比欧美人要好很多 但事实并不是并非如此 我们取了好多个这个好多个人的 比方这一堆是中国汉族人的这个测序结果 然后中国歹族的越南金族的 然后日本人的蒙古人的 以及呢这个英国人的 这每一条线就是一个人的金族测序的数据 我们往这个GSH38黄线和这个 这个华夏一号就是蓝线这个上面来进行Making 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见 在所有的这个样子上面都是黄线比蓝线稍微高一点 对不对 这上面就是Map Rate 就是比对的Reed的百分比 那么比对的越好 那显然是这个这个条应该越高 我们看到好像GSH38还好一些啊 对不对 比对效果还好一些 然后错误率呢 错误率我们看到都是蓝线要长过黄线 也就是说这个GSH38的比对的 这个错误率会低一些 而且无论什么种族全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华夏一号 实际上它的这个质量也没弄好啊 对吧 我们应该是中国人的 汉国人应该跟它是进一截 但是实际上好像更远一点 那么我们就 那么我们就发现 华夏一号这个拼接效果实际上差的 差的惊人了 它完全是给你把虾拼起来了 为什么呢 一个很很明显的证据是 华夏一号连线力体都拼不出来 我们知道人的线力是非常非常保守的 对吧 因为人的线力是高度的母亲一段 它也只有16.7K左右的这样一个长度 非常非常保守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华夏一号里面不存在任何一个Scaffold 是代表这个代表线力体的 那么线力体的这个序列被拼到什么地方去呢 总共是被主要是被拼到了七个Scaffold上去 这每一条就是华夏一号里面的一个Scaffold 然后绿色的区段是与线力体能够相匹配的区段 我们可以看见 线力体的这个基因组被散落的拼在了至少七个Scaffold里面 似乎还似乎没有什么规律 而这每个Scaffold它主要的部分来源于什么呢 都来源于一些这个和而这些 那么是不是这个华夏一号这个人的线力体出了问题呢 我们发现不是的 我们就把这个华夏一号的这个Illumina测区的短律子往GSH38的这个线力体的参考基因组上进行 Map我们会发现从头到尾这个Map律度非常的好 那么它的覆盖率都非常的好 没有一个简体是没有微测到的 证明说这个中国人的线力体是完整的 要不完整的话那就有问题大了 我们都不要有眼呼吸了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只能得到一个什么结论呢 就是华夏一号它的拼接效果差到一定程度了 连心理体都拼不出来你还说什么别的东西 对吧 这么容易拼的一个东西 那么我们看除了心理体以外 还有其他很多的这个看家基因的重要外星体都被拼出来 那比方说我们这里就是这个Lyminb Lyminb是一个核仙层的 大家学过这个西方生物水应该知道它一个核仙层 对吧 核仙层的这个基因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绿色的外星子是被拼出来的 华夏一号里面被拼出来的 红色的这些外星子区段是没有被拼出来的 那么上面这个覆盖路图呢 是就是华夏一号的Illumina rays 往GSH38的基因组上进行 你还可以从来发现这些基因组实际上都是存在的 都是存在的 然后这个是TUR 这更离谱了 我们可以看到只有三个外星子是能拼出来的 其他它全都拼不出来 全都拼不出来 TUR是什么什么性能 是那个端粒酶的基因 大家知道端粒酶 对 在人体里面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没有端粒酶的话 那你这个复制复制也就不会 细胞复制复制就不会再复制了 是吧 所以这个是 这个很重的可能性基因 那类似于这个它就是你看 就是大量的这个外星子都是没有被拼出来的 但是实际上都是有很好的覆盖 你看 所以像这一些基因 我们整出了总共89个这种基因 89个这种基因 它就是大量的外星子是没有被拼出来的 那实际上是存在的 而且这些基因都是看下基因 非常重要的 也就是说如果它缺失了一个两个外星子的话 整个这个整个基因的功能就会丧失 那显然我们都没有丧失这样的一个功能 因此 我们可以得到结论是说这个 这个华夏一号它的这个拼接是很有问题的 那么 华夏一号特有区段 我们刚才说的12.8号特有区段 它有没有基因 它有没有表达基因呢 如果还有的话 那应该还是有一定意义的 对吧 应该还是有一定意义的 情况是这样的 事实上这个12.8兆的区段里面 它只有一小部分 是真正的华夏一号特有的 其余的部分呢 大概只有4兆左右的是华夏一号特有的 其余的部分都是实际上的鱼 GLCS38有比较高的同源性 但只不过是错配率比较高而已 那么这个施地名 它原来这篇文章里面 由于算法的局限性 它没有能够比对上 仅此而已 那我们对这4兆左右的 真正的华夏一号特有的基因 来进行分析 我们找了很多 这是MRN的测序的结果 这个是RNC的测序结果 也就是翻译组测序结果 它会翻译成蛋白质 我们发现 那么这些所谓的 这些区段所编码 这些区段所生成的MRNA 假设它有的话 测到了RNA的序列 我们可以看到它定的量 这条曲线是一个copy 每细胞 一个细胞里面有一个copy的这个MRNA 那么就会在这条线上 我们可以看见 几乎所有的这个RNA的这个 都会小于一个copy 每细胞 而且是大大的小于 意味着 这些华夏一号特有的区段 基本上是不表达基因的特别码基因的 它连RNA都很难产生 这些测序的结果 很可能是一种掌漏 也就是说 有可能是测序一定的不差 导致的 那我们 刚才这几个 包括华夏一号 自己的MRNA的测序数据 那么这些呢 是人的肝癌细胞系 三株人的肝癌细胞系 都是来源都是这个 来源都是中国人 都是中国肝癌患者的这个 这个细胞系 我们发现都是不表啊 然后呢 我们就走了 28个中国汉毒前列腺癌病人的 这个转路的测序数据 来看看一下 同样基本上是没有 没有基因是能够 能够冲破这个 一个copy per cent 这个界限的 也就是说 至少来讲 在这么几十个的这个 这个中国人的测序的数据里面 我们并没有发现 华夏一号的这个特有区断 它能够真的表达成 一个有意义的MRNA 那么既然它表达不出来 RNA 它就基本上 不会对你的这个生理功能 造成什么影响 也就是说 你的基因组里面 存不存在这一段 是事实上是 并没有什么 并没有什么关系的 所以到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下到一个结论 就是 华夏一号并没有 它想象的 它想象的那么好 拼接的质量是很差的 很多重要的区域没有被拼出来 为什么没有被拼出来 因为三代测序 它的错误率高达百分之十 三到十七 也就是说 测上五六个 减辑就会错一个 在这样高错误率的情况之下 我们拼接就将 面积非常大的困难 大家都玩过这个拼图游戏 如果说拼这么一大堆的碎块 已经很痛苦了 如果说这些拼接这个碎块的那个 它的这个连接的部分 的形状还不太对 它图案还是有污染的 那么这个时候你想判断 哪一块跟哪一块什么拼上 那就更难了 对不对 所以说 这么高的错误率的状况之下 拼错是很正常的 那么为什么 线粒体会被拼错 我们刚才看到 线粒体都被拼出来 对不对 它被拼到了七个skyfold的地区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现象 因为 线粒体实际上它的很多区段 是与合基因组 是高度同源的 这个同源性高到百分之多少 高到百分之八 也就是说是百分之十二的错误率 但是你的测序 就已经有百分之十三到百分之十七的错误率 也比这个 线粒体和这个合基因的这个差别还要大 这个时候 你就根本不可能 根本不可能 去把这个线粒体的这个金组给拼完整 所以说 三代测序只是看起来很美而已 实际上它的应用 即便是在这种最适合它应用的场景上 都没有办法 很高质量的完成任务 所以大家就不要迷信三代测序 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结论 那么三代测序又很贵 它的这个单位数据量的成本 是这个二代测序的大概有100多倍 那么成本又这么高 然后效率又这么差 我们为什么还要去选它呢 基本上没有什么意义了 但是有人又说了 我还是很需要这个 如果说我要说 我是研究农学的 我要搞清楚 一个什么植物 或者一个动物的这个基因组 我也想去改良这个品种 我总得知道它的基因组 这个基因组没人凑过呀 是不是 好那我告诉大家 你可以不拼基因组 你可以拼转目组是吧 为什么我们我们有的时候 会需要选择去拼转目组 因为有很重要的原因是 一个基因组里面 能转路的区段是很少的 能编板的区段就更少了 比方说人的基因组有三区这么大 可是它里面只有5% 是可以被这样拼转路的 这5%里面包括了 这5%里面是有3%的 是Link而言 也就是它是Non-Pony而言 真正能编板的只有2% 就需要 真正编板的只有2%就需要 所以说 如果说 我只关注这2% 或者OK 大一点5% 我只把这些东西给研究了 事实上对我的功能研究 是足够的 对吧 是足够的 所以说 这样的话我的测序通量 可以降很多了 拼接的难度也会降很多 这个里面我们就 我们有一个前提假设 就是只有那些可以被转路的部分 它是社会有功能的 社会有功能的 那么 那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这个Splice Variant 这个剪切变体 大家都知道 真正的生物是有剪切变体 这一回事的 同一个基因 基因组成同一个基因 它可以通过不同的剪切方式 变出很多不同的 这个转路本来 你测基因怎么又如何呢 你搞不清楚它是会 剪切成了多少的 是吧 所以说我们测RNA 我们就能够去搞清楚 它有多少个剪切变体 还有一个情况是什么呢 人是二倍的可能还好说一点 但有的像小麦 一元六倍 你测基因组就很不好测了 你拼都很难拼的 所以说 但是我要研究这个功能的话 我管你那么多 你转路出什么东西来我研究了 不就喜欢吗 是吧 所以说这就是转路组 这个测序和拼接的一个好处 这些好处 但是呢 它也有它的这个 一些问题 那就是 因为转路组的话 它不像基因组 基因组上面都是 大家都是一个copy 对吧 没有这个量的这个差异 那除非你什么二十一三级 那是另外一说了 但是这个 起码量差的也不大 转路组 麻烦就在于说 它的这个 这个 这个表道量不会差很远 对不对 基因表道量很高 基因表道量很低 因为它的这个 这个 这个 动弹范围可以 达到四到六个数量之间 也就是说 可以差到一百万倍以上 所以这个对于 这个很多统计模型上面来讲 是你就得改的了 然后呢 这个 这个 转路组 它的这个 错误率会高一些 因为你会有RT这一步 翻转路这一步 翻转路这一步 翻转路本身也稍微出错的 然后呢 再还有就是大量的这个解析变体 会让你的这个拼接 会变得很麻烦 这都是很麻烦 所以说通常用于基因组的这个 这个拼接软件是不太适用于转路组的拼接的 于是呢 大家是对于这个 这些开发开发者呢 对于转路组的这个 这个拼接呢 他往往是把原来的一些拼接算法给改过来 改成转路组拼接算法 所以大家是一定要要注意啊 什么算法是干什么用的 这个一定要搞清楚 你不要拿一个DNA的这个 Assembler去去拼这个 转路组 那么我们来实际看一下 这是我们一五天发的文章啊 这是 是用这个 这个 这个水葫芦 水葫芦的根系 共生体系啊 来进行一个转路组测序 红转路组的 这个测序和从来拼接 红转路组 那比转路组的要复杂多了 红转路组是 我们现在红金组 红金组是多个物组的金组 那么 红转路组是多个物组的这个转路组 那在这个水葫芦大家都知道吧 南方比较常见的一个东西 这个有的时候泛滥成灾 整个湖 整个河上面全是浮沫的 这个是一个 是一个从南美洲来的一个入侵物种啊 在 在中国 南方是泛滥成灾的这么一个东西 呃 它的根系 里面共生了几百种真菌 几百种真菌 啊 那么这些就是 水葫芦自己的基因是没有测过的 这些共生的几百种真菌 大部分基因组也是没有测过的 那么我们想要研究它的一些一些性状 那就只能说是硬的头皮啊 从头测血 但是 我们没有办法 就把它根系里面共生的这些这些真菌 一个一个的挑出来 它没有办法 所以我只能把它做一个整体来进行 所以这个复杂度是非常高的 就是红转路组 所以这个挑战非常大 在我们之前是没有任何一个人 敢直接这么干的 那么我们来用这个比方说 Trinity 是专门针对转路组的拼接软件 然后Valget是针对基因组的一个拼接软件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N50 我们可以看见有一个巨大的一个差异 巨大的一个差异 所以 所以说这个 所以说转路组这个拼接的这个算法 是专用的这种算法 才会得到比较好的结果 那么最终呢 反正这个研究比较复杂了 最后还是搞清楚了 那么我们搞清楚了这个水葫路 它可以有非常好的一个进水的效果 所以它是做一个入侵物种 是比较麻烦的 你要控制它的扩散 但是呢 经过了这个中药处理之后 变成了紫跟水葫路之后 它拥有非常强的这个 这个 这个进水的这个效果 这个进水的这个效果 可以大量吸入重金属 并且杀灭蓝藻 所以在那个 像云南滇池那个地方 就污染很严重的那个地方 是能收到很好的这个效果 那么这个 我们的这个 这个结果发表之后呢 还上了这个云南日报 然后这个这玩意儿也是 也是写性的交出了 那么这个你可以看到 就是开创了利用 红转路的社区数据 直接研究基因公文的限制 所以这个 你敢想敢干 那么你可以干出一些这个 别人以前都干不出来的事 那么 这是我们实际用于拼接的 920我们实验室 这个实际用于拼接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服务器 你可以看见四个CPU 所有的这个内部槽槽全部插满 那么这台机子呢 内存是512G 注意 内存是512G 然后硬盘呢 是一个480G的硬盘 所以这个机子的这个硬盘 还没链成大 在做这个拼接的时候 基础拼接 转路拼接的时候 往往就需要非常非常大的内存 非常非常大的内存 所以普通的机子什么 什么816G的那种 这样想到没想 想到没想 这就是我们 这个 你需要 你真的是需要这样的 这样的设备 内存不够 我们就只能够干净 除非你自己编算好了 所以这个 我们可以看见 你如果像通过这个基础 不但是说你需要非常好的 去规划你的实验 同时也很重要的是 你的计算 计算能力要很多 很强才可以 计算能力要很强才可以 计算能力要很强才可以 所以说 如果是你的 你的电脑 内存不到256G的话 我觉得这个 基本上你可以 不用想 不用想的去拼大些东西 小型的东西还可以 拼个什么细心金属 可能是64G 那种的还没想 还够用吧 64G 当然像我们这个 920的 所有的 所有的这个电脑 就是我们可以看 在第二个功能 906说我们的机房 我这个906的机房 有几十个预算节点 每个节点的这个 这个内存 一般是96G到128G 最起码都是这个 最差的 最差的配置 都是96G的内存 你像我自己的工作 都是128G的内存 因为真的是 通常是 你的这个 运算稍微稍微就爆了 这样子 所以说对于这个 计算能力的需求 和计算硬件的需求 是比较变态的 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之下 大家可以想象呢 就是 呃 我们一直在说 这个 整个学界吧 可以都在 都是在说千元基因组 就是说一千美元 测定一个人的基因组 那么从现在来讲 哦 从事迹 纯事迹消耗成本 这个角度来讲 是已经能做到了 但是呢 如果说我们要考虑上 这样去其他的花费 比如你的计算花费 你这个 你专家咨询费 啊 然后还有一些 你这个 这个这个 人工 那么 千元 就是一千美元的基因组 在近五年之内 都是不太可能的 我们可以看见 测序的这个成本 从14年一直到现在 基本上是持平的 就是说没有继续能够下降 那么在可见的未来 目前也没有 或者更大的突破性的技术 可以让这个 这个价格成倍的下降 因此呢 就是在 在可见的未来 我们见不到说 这个 有这个测序的成本 就综合的测序成本 能够有大幅度下降的可能性 那么目前来讲 只能说是 从这个计算方面 来进行挖钱 我们建立计算成本 所以呢 大家 在外面就不要指望说 一千 就是一千美元 大概是五六千块钱的这种 这 嗯 花这么多钱 你能够把你的技术测了 这中文成本来讲 是绝 绝无可能的 除了能在这个课上面 我们提供大家 目前比方说 这个五千 五千 五千二十九 这个 可以让大家去体验一把 这个 这个测序 那是 那是我们有补贴啊 以及这个所有的分析师 就是我们在课堂上教大家怎么做呀 那 那 这种情况下还是可以的 那其他的状况是 那是绝无可能的啊 那么我们测个人基因组 假设啊 这个我们现在很考虑这个经济状况 实际上 呃 目前五千多块钱 如果说是像 五千多块钱 对大家测一个基因组团件 对于目前绝大部分的 这个中国的相信来讲 不是一个很难承受的一个东西了 那么 如果说我们现在把每个人的基因组都测了 我们能得到什么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是吧 我们 我们搞一个事情 总要有它的道理 如果没有好处 那我们干什么呢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 呃 我们 我们看见各个民族的人 长得是非常的不一样 是吧 那么 肯定就是因为它的基因不一样嘛 对吧 人的长相呢 肯定是跟基因有 有关系了 实际上我们生老病死 全是全是基因决定的 对吧 这个是广泛 大家广泛接受的一个事实 那么 我们就要搞清楚 为什么你比我长得帅一些 或者说 为什么你得病的 得某些病的 几率就比我小一些 因此呢 从08年开始 就有一个叫做千人基因组计划 这样一个国际计划 嗯 展开了 但是蛮早 08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 刚刚二月测序也成熟 千人基因组计划呢 意思是什么呢 要测全球 总共一千个人的全基因组 然后看看他们之间有什么差别 一千个健康人 那么这些信息 会告诉我们一个 就是人群的一个变异的频率 以及呢 把这些的每个人所特有的SMP 这个 与这个疾病 关联起来 这样的话 会透我们的这个 精准医学 我们说现在是精准医学时代 精准医学时代的基础就是什么 要知道 你们 要知道每个人的基因组 针对每个人的基因组来进行 来进行预防 来进行治疗 有病进行治疗 那么 要秉除 以前的这个 以前的一个弊病 以前是叫做循症医学 循症医学是什么 同样一个病症 同样一个症状 医生就认为 你肯定是 同样的这个 病疫导致的 于是呢 就用一样的药 但是我们看见 千人一天用药 结果是 就结果可以很没趣的 那有的人用这个药 效果好 有的人用这个药 效果很差 甚至闹口人病人都有 就给致死 也有很多 所以我们现在就进化到一个 精准医学的时代 那么根据每个人的基因 不同的基因来进行 特化的用药 以前呢 叫做精准 就是 以前叫做 个性化医疗 就personalized medicine 后来呢 这个personalized medicine 实际上从2000年的时候 就开始 就开始有了 然后呢 科学界 扎扎了多少年 然后发现 好像骗不到公众的钱了 所以呢 在后来 这个 哈巴马克政府 又宣布了一个叫做精准 精准一句就是 precision medicine 就是稍微换个词 稍微换个词 出来继续骗钱嘛 对吧 这个要不然的话 我们经费从哪来呢 那 就是科学界 就是找政府要钱嘛 你要政府要钱 那么政府要天然的希望 给你砍经费 那你要必须要说明充足的道理嘛 必须要编点词出来 实际上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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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不是说真的骗钱了 因为这个研究总共是很有用的 我们接下来给大家看有有什么用吧 那么首先我们要搞清楚 我们要测一个人 测了基因组 比方说我们用二代测序 来进行测了基因组 之后我拿到一个大rayread 但这个时候我怎么找SNP呢 我把每一个read 这个片段 然后就往参考基因组上面 进行比赛 因为我 我实际上不需要 因为大家都是人嘛 对吧 那没有谁是猪 所以这个 你测完了之后的话 我们有个人的基因组 参考基因组 所以我们没有必要说 把每个人的这个基因组 从来进行基因组 从来拼接拼接的话 这个代价太高了 并且你也拼不好 对不对 我们刚才看到华海一套拼接了 这个拼出来是很悲剧的 可以这样吧 它拼接这辆不差 你实际上没法用 那我们有个参考 人的参考基因组 就比较好办了 我们把每一个read 去往参考基因组 做这个比例 做many many完了之后 它有的地方就会 就会跟参考基因组不一样 但是 不一样的话 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的话 你这个人和这个 你这个人的 这一位和参考基因组 那一位就是不一样 第二种可能是 测试一种 偶然误差 对不对 因为测试一年以后 偶尔会把一些 这个简计者测错 那我怎么样区分这两种情况 那就是统计了 我要堆reads 把它堆上去 如果说是这一位 你看大部分的这个简计 都是和这个 参考基因组不一样的 那我们就认为 这一位是SNP 那些只有个把两个简计是不一样的 其他都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就认为 这也是测试错误的 所以用这种方式 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的去 把这个 那个这个SNP找出来 说的容易 当你这数据上一大的时候 就其实也不是很好做了 是吧 那么 这个 这个 一般的这个流程啊 即使你用一个 几十核的这种服务器 去跑一般找SNP的这个过程 全机组至少要五六个小时 甚至十几个小时啊 通常来讲 要运算这么长的时间 因为你毕竟有这个 这个几亿个reads需要堆啊 然后需要每个要进行统计 那么我们 实际上现在能够把这个部分呢 用纯CPU的方法 我们可以把它压缩到五分钟 五分钟以内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看你的 算法设计的水平板 好 那么 对于健康人来讲 我们现在都健健康康 都没有什么病 那么 有 那么我们去测了基因组之后 有什么用呢 那么这就有人提到 一大类研究 就是 这个GVAS研究 GVAS研究 GVAS研究全程叫做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这个简称GVAS GVAS的最根本的一个用处是 就是要搞清楚 我们容易有哪 有某一种特性的人 他的 与这些性状有关联的基因 是什么 那比方说 我找一堆病人 和找一堆 非病人 把他们的基因全测了 然后呢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这个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SMP 对不对 那么我们想找到 这个疾病 跟哪些SMP是有关的 那既然每 其实每个人 任意两个人之间 都有几百万个性疾 都有几百个SMP 是不一样的 那么 如何从这几百万个里面 找到那么几个 或者说几十个 与疾病相关的 这个SMP呢 于是我们就把这个 把这个群体扩得很大 比如说 我测几千几万人 那么 几千几万人 这完全随其的个体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那些SMP 就是与疾病无关的SMP 就相当于被抹平了 对吧 然后呢 真正与这个疾病有关的SMP 那每个人 女的都会出现 或者绝大部分的人 女的都会出现 那么就会在统计上面 会冒出来 就冒出来 就用这种方法 我们就可以从整个基因桌面 找到那些 与某些性状 或者某些疾病 非常相关的 那些 那些 贵点 那么比方说 这个是 这个是有个 Paris disease 反正也是蛮严重的病 去提出 大家可以去查 他是 测了2215个病人 和4370个 正常人的 这个基因组 之后 然后就统计就发现 有这么几个 四个位点 在四个基因上 有四个位点 是与这个病 是非常非常有关的 那么它的P字很小 能冒出来 所以我们就知道 检测一下 有没有这四个 这个位点 我们就可以知道 你所患这个病的 概率是有多少 那么 这个里面会 我们有一个定律 就是 Effect size versus ideal frequency 比如说 有的基因 就是基因频率 某个基因的位点 在人群中的频率 它是有一定频率的 比如说 某个位点 它的A的分行 在人群中占10% 然后还有90%的人 实际上 这个位点是T 那么这个叫做 Alleal frequency 那10% 就叫做Alleal frequency 那么 这个一般来讲的话 这个Alleal frequency 越大 也就是越常见的话 那么它 它所对于这个疾病 造成的效果 一般来说 是越小的 就是越常见的一些 一些基因 那么 对于这个 对于人来讲 它是 对于这个表现来讲 它的这个作用是 越有限的 这个是 这个是高血压 我们可以看见高血压 这个很 很稀有的 很稀有的这种 人群是可能 1000个人里面 共到一个的 这种 这种普遍 那么它对于这个疾病 贡献是非常大的 但是那些 可能 两三个人里面 就有一个人 有了这种 常见的 这种 这种基因性 它就对这个疾病的 贡献是很小的 所以总的来讲 基本上是分布在这样的 一个 一个 成反比的这样一个 在这个斜线上面 然后这个是 心率 与心率有关的 那么几十个 这个 SMP位 我们可以看见 它的这个影响度 和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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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因频率之间 它也是 它也是 有这样一个 反比关系 这个是 帕金森 帕金森 帕金森的 这个 一系列的 这个 这个 Effect Size 和这个 Frequency 我们可以看见 也是很好的 服从了这样的一个 反比的练义 那么对于这个 对于那种非常 就是非常 非常少见的 但是这个影响非常大的 这种 这种 SMP位 也 实际上它 比较倾向于上 莫大尔遗传病 也就是 这样的情况 就是你只要有 有这个 有这个 有这个突变 就一定会 有这个病 这种 情况是linkage 但是进行加息分析 来来做的 那么association study 都是 一般来说 你研究那种什么呢 就零有这个突变 你不一定患病 但是你这个患病的概率 可能会比较高 这种概率性的这个视线 是用G-BUS 来做的 所以这个 不同的研究 不同的这个 级整模型 它是用不同的研究方法 来研究的 好 这个我们先下课休息一下